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就是 属灵生命的操练 如果你要读圣经你发现呢 在耶稣的生涯当中呢 他花了很多时间呢是在训练门徒 但你会有一个很奇特的想法 真正耶稣的入世弟子 这十二个处的去到一个犹大之外呢 好像呢并没有特别杰出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在圣经里边真正在新约圣经里边 被神使用的是谁 是保罗 那你发现保罗呢 其实呢他好像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呢 和他没有多少交集 第一在耶稣传道的时候呢 保罗呢根本就不认识耶稣 那么耶稣升天之后呢 那保罗就成为一个大手 逼迫森返 逼迫初代教会 甚至呢拿着文书 拿着这个手令呢 到处去抓捕 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 但有谁想到呢 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盼望的人 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呢 却成为整个福音运动当中呢 一个被神使用的人 好的你说呀 保罗这个人真是很特别啊 无师自空 不学就会 其实是个误解 那么下边我要读段圣经 是蛮长的一段圣经 我很少人读长的圣经 其实讲到呢 一个器皿是如何变成的 所以读的时候呢 你用心来读 你抓住当初呢 保罗圣灵当中几个传递点 你喜欢读好吗 请 扫罗仍安向主的门徒 糊涂灭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祇司 求闻书给大马石河的各会堂 故事找着信奉着道的人 无论难以 多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扫罗行路 将到大马石河 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这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着他的手 引他进了大马石河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当下 在大马石河 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一项中 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 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 往直街去 在犹大的家里 绑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就是祷告 又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 求告赢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捡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在你这人面前传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保罗身上 说 兄弟保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保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银 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 设了喜 吃过饭就见着了 保罗和大马师哥的门徒 同住了这日子 就在客会堂 去宣讲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 在耶路撒冷 残害 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人来 特要捧绑他们 带到祭司党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 博导 住在大马师哥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过了好些日子 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但他们的基督 被扫罗知道了 他们用昼夜在城门守候 要杀他 他的门徒 住在夜间 用筐子 把他从城墙上 坠下去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接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没有帮他接待他 邻居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 怎样看见徒 主怎样 向他说的话 他在大马师哥怎样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于是保罗在 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并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假扩论辩驳 他们却想把子要杀他 兄弟知道了 他就送他下到凯撒利亚 打发他往大树去 我读的是一个新的版本 这里是大马色 就是今天的大马师哥 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告诉我们保罗 从一个打手 如何转变成一个福音的使者 这里边其实告诉我们说 没有一个人是自然而然 是能够变成一个本神使徒人 那我小时候 读过我一本书 翻译过来就是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我想当中很多人都读过 你发现一个钢 一个铁是怎么变来的 是通过矿石 也练加温 然后再脆活 其实人也是一样 透过这些过程 人的生命就被建造起来 但很可惜人呢 总是希望看到结果 我不愿意这个过程 我们都是说希望你想看到结果 但就不是 神常常的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当中呢 你发现你生命就慢慢改变 阿们 那这里我们看到呢 保罗在生命当中有几个关卡 是你我需要学习的 第一呢 就是一个光照的操练 那扫罗呢 以前呢 后来改成保罗 你们知道 扫罗和保罗 对名字的改变 有什么意义吗 请问 扫罗是什么意思 就是求问 获得知识 对知识的渴慕 对学问那种崇敬 叫扫罗 但保罗后来改成什么呢 保罗 什么意思 就是微不足道 你看到没有 这个名字呢 你要改成有意义 过去 他以学为重 因为我们知道保罗 他是一个西伯来人 就是纯种的 保持很好的传统的 而且呢 是变埃敏之派的 不光如此 他从小呢 就是学到 犹太教的一起的学问 而他当时呢 跟着犹太那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 拉比 一个老师呢 去学 所以可以说呢 在当时呢 又年轻 而且呢 又有智慧 而且呢 对宗教呢 有个非常的一种执着 他呢 其实他就发现呢 他去捉拿那个基督徒呢 并不是有人去差遣 而且呢 他主动的 因为他实在不能够忍受说 这个耶稣不是基督 他不能够忍受 当时犹太教的 他看起来是离经叛道 就这样的人 带他闹到大马色的时候呢 突然有个大光就照到他了 你们做生意发现呢 很有意思 被光照了之后 然后他听了什么声音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是不是 扫罗怎么样问呢 说主啊 你是谁 他知道不是谁 他知道 因为犹太人呢 不能够随便称耶和华的名 主呢 就是对神的一个代表 所以他呢 一光照之后呢 他立刻清醒了 他知道过去所逼迫的 所残害的 今天呢 他遇到了 所以这一个光照呢 就成为保罗 扫罗一生的一个转力力 然后他进来之后呢 他才遇见主了 他的生命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其实呢 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需要有一个光照的一个经历 有一次呢 有一个研导会上就说呢 你是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 从小这样好呢 还是半路出家好 因为哪个比较好 半路出家好 你们的回答是很另类啊 其实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住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啊 固然很好 你小时候你所听到的 所感受到的呢 都是上帝的教导 你的生命好像一路走 但是相反呢 有些比如说你过去啊 你是没有信主的 或者是胡作非为的 这个做建议饭科的 但后来信主的时候呢 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那台湾有一个吕戴豪 以前是强盗 后来变成传盗 已经当成牧师了 就感染很多人 但我不是说 你在基督教家庭不好 但是说 你的生命怎么样 需要一个转变 阿门 这个转变呢 就是一个光照的过程 很可惜呢 在信主里面呢 不是每个人都让一个光照 有些一位朋友带他来 就糊里糊涂信主了 也糊里糊涂服侍 在圣灵当中呢 好像信主之前之后呢 没有任何的差别 信主以前做什么 信主还做什么 只是多一点 就是礼拜天来教会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一个人要背出使用的时候呢 你这个要有一个光照的一个感觉 你记得雅各吗 雅各当时呢 在这个 他舅舅拉班家里边 放牛放 赚了很多钱 当他回到 这个博特利的时候 那上人就光了他说 你要去回博特利 他立刻知道说 他身份要改变 就他就洁净 自洁 更换衣裳 所以我今天鼓励 每一位信主的人 如果你觉得说 你是好像糊里糊涂信的 好像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感受啊 你来祷告 求上帝怎么样 改变你 阿们 你跟大力转弯 转多少度 360度 转回去了 90度呢 还不够 要180度 阿们 但是就够了 不要再转了 那好的人是什么 转360度 720度 不可以的 所以生命呢 要有一个光照的一个精灵 阿们 怎么样光照呢 就求神来帮助你 真的 在你的价值观上面 世界观上面呢 求神来帮助你 你知道说 你今天是一个 被神光照的人 阿们 第二呢 是面子的操练 我觉得国人呢 特别希望在下方 有所操练 我们讲中国人 都是很爱辫子 阿们 你会发现呢 同样的汽车 同样一个 马朵的汽车呢 在北美和 在中国长得不一样 在中国就 变长一点 这个车身变宽一点 机器都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大呢 比较好看 其实保罗呢 其实你发现啊 他呢 他也有一个强烈的一个面子 当他当时呢 是到大马士阁去做什么呢 是一个拿着文书 去执行公务的一个人 可以说是耀阳威 但没有想到呢 快进大马士阁的时候呢 突然能见到大光 就突然怎么样 扑倒在地 这还不打紧 醒来之后呢 看不见了 一个突然看不见的人 走路怎么样 还不像那个 长期盛名的人 长期盛名拿个布 可以走 那个立刻不会走路了 可以说是 一脚深一脚浅呢 就进到大马士阁 而且呢 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 神特别 挑选一个叫 亚拿尼亚这个人呢 来为他来祷告 这个人呢 在圣经里是个小人物 只出现过一回 就没有了 之后出现的亚拿尼亚 他还没有关系 这个人呢 就被扫罗来祷告 结果他呢 眼睛的银片 立刻就脱落 而且人都不看见了 所以这里呢 我一看到 神特别还知道说 你不是要来 好像来整处 大马士阁的吗 那今天呢 我要派一个小弟兄 来帮助你 那么他后来之后呢 新的主 受了喜 立刻呢 为主大发热心 在那里面 传福音 结果呢 好景不长 结果在那里面呢 就受到逼迫 而抓得很紧 城楼都关了 结果有人呢 就半夜的 弄一个筐子呢 从城的怎么样 从城墙坠下去 这件事情 你可能觉得不打紧 但是在扫罗的 这个记忆里面呢 是一个奇迟大路 在哥伦多前书十一章呢 就是保罗非常个人的 一封书记就讲到说呢 如果你要论到 我软弱的事情呢 我可以告 我可以说 我可以论到软弱来夸头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我那一年呢 用筐子呢 被你准下去 跑跑了 你想想看 保罗一个七尺男儿 这么一个刚烈的 一个人呢 结果呢 堆在一个筐子里面 然后从城墙坠下去 所以保罗心里面觉得 哇 这是一个 不能够忍受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呢 却也成为 保罗的一个转异点 后来你发现 保罗在歌迪传道的时候呢 他不以福音为耻 你知道吗 好多人 因为灭了缘故 就以福音为耻 我发现很多 比赢姐妹说 平常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谈论都很好 和外婆一在一起的时候 就没有花了 为什么呢 我们总觉得说 哎呀 顾面 别人好像说 你我在狂热呀 你好像在激进啊 等等 尽发现啊 面子是需要对付的 在教会里面呢 有没面子的那有 有很多一些朋友啊 弟兄姐妹啊 他去服侍的时候呢 还说我不敢祷告 为什么呢 万一祷告不好呢 我没面子 我没面子 怎么这样的 还能说我不敢服侍小组 为什么呢 万一服侍不好呢 我没有面子 还有呢 说 乔牧师啊 我不敢对别人祷告啊 有病 万一病不得医治的话 我不是你有面子吗 你发现 因为这个问题 你失去了好的机会 阿们 不止基督徒 好多没有信主的人呢 也要面子 为什么 说我现在不够好 等我好一些的时候 怎么样 我再来信主 就比较有面子 其实呢 面子在谁面前呢 一点都不值钱 阿们对朋友说 神不看住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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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几年前呢 我当时在另外一个教会呢 我们去那个 加州的马鞍松教会 去参观 那是当时呢 全美国南无关的教会 很大 当然我们去呢 很有意思 因为 我们当时几个牧师去嘛 我穿着真正七七 就到了马鞍松教会 它很大 去一看呢 他傻了眼了 因为那个教会呢 牧师呢 都不穿西装的 就穿那种 下面衣那种 那种 那种衣服啊 前面一朵花 后面一朵花 大花 然后穿着白皮鞋 就我们这几个 纽约的牧师啊 跟相爱人一样 穿着西部隔离 说格格不容 那就唱十歌吧 唱十歌的时候 非常热烈 我们好像是无董于衷 总觉得说 我是牧师 怎么可以这样唱歌呢 然后几年之后呢 我又去加州 去北加州 参加一个 这样一个特会 也是这样 那时候呢 我们也是穿西装啊 我们说穿西装不好 就说 那我里边就说 我是牧者 我唱十歌呢 不要这样 但你发现啊 一个真正的敬拜怎么样 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阿们 当你在神面前 像个小孩子的时候呢 你就释放了 阿们 反正不是说的 你知道这个举手呢 从这儿举到这儿呢 需要很大的勇气 然后举上来呢 还需要勇气 但是你真正 把自己释放开来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怎么样 你就超越了 阿们 所以我鼓励大家 无论服事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你的面子不算什么 而什么 求谁吧 打破你的面子 阿们 他们中国的面子 太害人了 只要逃主的喜悦 阿们 第三 个性的操练 你发现 保罗扫罗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生性刚烈 说感就干 他不大去管别人感受 在当时呢 他在大马师阁 被光照信众以后呢 他立刻呢 就在当地服侍 那他回到阿们 阿们之后 你发现呢 门徒呢 使徒呢 却围堵他 和他呢 不来往 你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在大马师阁 这个地方呢 人们只是听闻有 这个人 是捉拿信主的 对他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耶路撒罗呢 扫罗当时呢 就做过很多坏事 你看圣经呢 当时呢 斯蒂法受害的时候呢 他也是一个大手 太多的伤害 太多的又怎么样 他那种过去的暴力呢 人们深深的留在记忆里面 但等他返回 就跟耶路撒罗的时候呢 别人都害怕 说这个人 怎么突然变这个样子 嗯 这个不知道是 也许是间谍 也许是特务 不知道他葫芦 卖什么药 所以就围堵他 虽然保罗 急切地想跟别人同工 但是呢 他却不能够了解 别人的感受 我再讲一遍 其实呢 服侍的能力很重要 恩赐很重要 但是呢 你服侍的感觉很重要 就你要知道说 别人的感受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个性上 有一些牵线啊 但我不觉得什么 比如说 哎呀 肖老师啊 我这个人的 你要是和我熟了的话 你知道我人有口无心 口无遮拦 你不要当这回事 真的是这样 但我告诉你 在别人真正认识你之前呢 你伤害了一大片人 你们遇到这种人 口无遮拦 他真的是有口无心 但是呢 你不能经常 常常我有口无心 你也有口有心 阿们 你要改变你的个性 所以你发现呢 一个个性有问题的人 在家庭生活当中 在教会生活当中怎么样 是一个制造了你的人 阿们 只有你调整个性 改变你自己呢 你才可以来服侍主 所以上帝呢 就很有火 像扫罗这样的人 神呢 就让他给占个环境 你不是想服侍吗 但是别人都和你疏远 他呢觉得说 为什么都不理解我 不是 因为他没有了解别人的感受 所以其实牧养教会是一种感觉 服侍是一种感觉 而不是你自我的感觉 而是你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阿们 当后来扫罗的个性 特别在这个过程当中 受操练的时候呢 扫罗就成为一个 和同工 有美好关系的 你看在十多星传里面啊 我看到后来的保罗 和各种同工呢 都有美好的关系 所以服侍主呢 从改变个性开始 阿们 阿们 李潘说 你要改变个性 你要改变个性 你不必要再说 哎呀 我这个人呢 你要了解我就知道 但是太晚了 意思呢 和睦的操练 你发现一个服侍主的人呢 要懂得一个和睦 合作的关系很重要 特别在初代教会呢 我们看到 虽然扫罗的一次 二次啊 很多次出去 这个旅行步道呢 都是一个团队 今天也是一样 在教会里面 这个团队的服饰很重要 在团队服饰里面呢 你必须要懂得 一个合物的服饰呢 是你成功的一个关键 即使你发现扫罗呢 和过去的使徒呢 并没有什么相同点 他生活的一个地方不一样 他的经历也不一样 所以他可以后来呢 是一个半路上出家的 所以你发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好像和他们隔隔不入 在这个当中呢 有一个使徒呢 叫巴拿巴 我们上次呢 在查经的时候 特别查到这个人 我觉得巴拿巴呢 是今天教会呢 特别需要的一种人 巴拿巴你看圣经呢 巴拿巴好像不会讲方言 也没有经过神经骑士 好像也没有说 做过什么惊天痛地的事情 没有 但巴拿巴呢 却在整个的服饰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美的服饰 他看到破口呢 就去堵上 当看到人关系当中 有破口的时候呢 他就去连接 所以扫罗的生命当中呢 受巴拿巴的影响很大 我们知道后来 扫罗在传道的时候呢 和马可的分道扬镳 但后来呢 他再次和马可 一起同工的时候呢 他说 马可这个弟兄呢 与我有益 换句话说 他知道 这种和睦的关系 是带来服饰 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再鼓励大家 如果你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家人 有这个不和谐关系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 追求和睦 阿们 学习饶恕 然后呢 学习怎么样 去肯定别人 你呢 生命就被扩展 走一点 是孤独的操练 这一点呢 好多人都疏忽了 如果你读生了 你发现 当扫罗在大马师阁呢 他被主光照以后 他出来服饰 后来到耶路撒冷呢 继续来服饰 在他服饰 到一个高点的时候呢 突然呢 扫罗不见了 圣经大概 有时候三年有时候十年呢 没有见到扫罗这个人 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在加勒泰书才发现呢 扫罗从那里呢 就回到大树 就是保罗的老家 然后之后呢 就不知去向了 多年之后呢 跟圣经说呢 他到了怎么样 亚拉伯 就是阿拉伯的旷野 那是一个呢 荒凉的地方 没有人烟的地方 如果你是保罗会怎么样想 就主要我为你大发热心 不怕 不怕痛 不怕死 但你今天呢 却把我放在一个 没有人烟的地方 做什么呢 就很多人呢 不能够忍受孤独的痛苦 那我告诉你 孤独与你有益 很多这些 被神使用的人 都经过这种孤独 大家知道在 在五六十年前的 那个宋上节目是 当时他在纽约 一百二十三街 那个邪科神学院读书 他为主大发热心 被圣灵充满 结果那医院方呢 说这个家伙是 有神经病 就叫来这个医院警察呢 把宋上节就给关起来了 你想看 一个神学生 可望被主来使用 结果呢 被误解 关在一个神经病院里边 你说什么 没有人相信的 在那里边呢 刚开始很痛苦 但后来呢 他就非常享受 在神经病院这些时间 反正到时候有吃有喝 也没人打搅 神经病院也没人听他讲话 他就读经祷告末下 你知道吗 透过这几十天的生活呢 有扫罗生活 扫罗生活 那个风上节大不一样 所以我鼓励大家 在你的生命当中呢 你要乐于怎么样 在旷野当中享受主的恩典 你会说 阿乡不是啊 我没有机会去旷野 那不是这个旷野 在这生命当中 有好的旷野 你来到美国就来到旷野 不是吗 那我们终于晓得 有一个弟兄说 他很多年前 来到旧金山 本人带他到一个朋友家 然后之后呢 朋友说 你去找个地方住 从此才一个人 他提个乡的 在旧金山的时候 那个心呢 那个孤独 然后看着人家教会 说我要去教会 所以你发现孤独呢 是让你慢慢靠近住 阿们 什么是旷野呢 可能你被别人拒绝的时候 别人都不理解你 那是你在旷野里面 或者说呢 你在疾病当中 那是旷野 或者说呢 你在一个极度疲乏的时候 那是在旷野 所以你要享受 在旷野当中光景 阿们 你不要埋怨 对方说 你要享受旷野的生活 你要享受旷野生活 主要是那么忙碌 但是每逢怎么样 他服侍到一个 要一个光景的时候 他就到旷野里面是怎么样 来祷告 和神建的一个关系 所以旷野就是说 一个孤独的 看起来没有盼望的 荒凉的地方 但是呢 你却建立和上野的关系 大家知道 肖路是知青 其实我很怀念 那几年知青的生活 比如说我十七八岁 被发到那个乡下去 那个地方 我是住在一个窑洞里面 窑洞是只有一个门的 也没有窗户的 你想那个窑洞里面 也没有什么刷墙 就是那个土 然后把那个土旁边的挖一个坑 然后找一个墨水瓶 然后扎一个洞 弄一个鞋带 放进去 就是个灯 往后那个风吹的灯 哗哗就会晃 然后我带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女中的学生在那边 整个这个连队里面 大概只有几个男生 我就是其中一个 也没有无法讲 早晨起来呢 天不亮就要砍柴 砍160斤柴 回来要称称的 不够的话要去砍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就放牛放羊 我挖个井 挖个木头 盖过房子 全部都干过 那真的是很孤独 那种家里来的信呢 都是被剪开的 因为家里成分不好 爸妈妈受打压 这每封信都是开口的 这没有任何的这种隐私的 当然这时候信上也不写什么 每到晚上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 就能说 哎呀 时间好像只剩下你一个人 好像你被拒绝 好像被冷冻一样 那感谢主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 我爸妈妈给我拿了一本圣经很小 那本圣经我现在还保留 还有一本《荒漠甘泉》 而且特别包装过的 用那个毛雨露呢 那个红蚝蚝插进去 看起来跟书一样 但这才是真正的宝书 那几年呢 就是白天劳碌 晚上在灯光 就看这些圣经 读《荒漠甘泉》啊 我只能说那几年啊 这部生命呢 我觉得说和神非常靠近 所以每一个想服气主的人 你不只是需要热闹 而来到一个 比较安静的地方 要建立一个神的关系 阿们 你真正了解神呢 是在旷野里的 阿们 所以以后如果说 有人逼迫你 我当然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有哈利路亚 我到旷野了 阿们 如果说是 有的时候呢 好像是别人都攻击你 当然可能 可能不要是你的原因 你要感谢主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要来到主的面前 建立一个关系 在旷野里边 唯有你跟主 可以面对面 阿们 还记得这五项吗 五个光照 你都要有 第一个呢 光照的操练 光照的操练 第二个呢 面子 他们诸位面 第三呢 个性 然后呢 最后呢 如果你们当中啊 经过这五项 你们很难成为一个不被神使用的人 如果这五项都要跳过去的话 都要超越的话 你不可能被神来使用 阿们 要特别改变 当你改变的时候呢 上的MDV在你里面 阿们 我们下来我们唱首诗歌好吗 靠着耶夫得胜 这首诗歌呢 好像就是被我们今天一个信息的一个回应 在爱里边要宣告 不然我的感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你是吗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们在最终大战 是你爱的我 我们在这里宣告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不然我的感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你是吗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不可能在最终大战 是你爱的我 我宣告 我们就姐妹来宣告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不可能在最终大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你是吗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们在最终大战 是你带领着我的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不可能在最终大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们在最终大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们在最终大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是你带领着我的战 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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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着祝我爱去的生 放着眼中的生 放着眼中的生 不离去把错白 谁去祝我爱恳慌慌 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不离去把错白 谁去祝我爱恳慌慌 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主要是让我们称颂赞美你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常常惧怕挫败 以着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来拓展 我们从保罗的身上看到 他如果从扫罗变成保罗 他的生命一段一段 我们看到有主亲子的带领 今天就求主你帮助 我们在这每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而是靠着耶稣来得胜 终此生命要靠着主爱去得胜 我们相信你并引领我们 走上一条这种服侍的道路 也是个如要主的道路 谢谢主 祷告祈求是 送你主耶稣 祈祷得胜的名 阿们 听他人说 靠耶稣得胜 靠耶稣得胜 阿联罗耶